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点赞再看养成习惯 大家都知道小五每天都要去二手机市场挑机器 但是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 虽然机器确实很便宜 但是真的什么人都可以去市场淘机器的吗 走 今天就让小五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看一下最近二手机行情如何 11polo marcus 手上这台是国航256g的 冲心基层这价格在6500左右 这台机器是江苏的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 所以也是很放心让我们去市场淘机器 国行的机器相对来说要找原装的机器还是比较不好找的 手上这台 我们也是找了一个多星期才找到这一台原屏原壳 无拆修无净水的机器 内置a13的处理器运行高配置有戏也是毫无压力 配上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 在当下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五年 完全不用担心性能配置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问题 苹果12波罗马克思无所256g的量级橙色价格在8000左右 相比全新机这里是有2100左右的差价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都是插卡其用 只是美版是当卡国行是支持双卡的 手上这台是老朋友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哥去年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苹果8 性能虽然不错 就是续航没有那么耐用 所以也是想换一台性能续航好一点的机器 12波罗马克思内置a14的处理器 性能配置续航各方面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三五年不成问题 同时也是支持5G网络的 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当卡改双卡 苹果xs 马克思当下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无锁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3800左右 比较爱玩游戏的 xs 马克思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 不仅拥有6.5寸的oled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内置a12的处理器 大屏油器首选机型 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好 3174毫安的电子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橙色跟新机一样没有一点磕碰划痕 仔细检查 确认机器是圆瓶圆壳 无拆修 无尽水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去直播间测机 预算只有一千 想入手一个性能配置 要可以打游戏不卡顿的手机 可以选择手上这台苹果8有所64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1200左右 跟苹果8p是一个内置的a11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好 4.7寸的屏幕1000左右的预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一款机器 不管是拿来当主力机还是备用机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完全不用担心性能配置会跟不上的问题 苹果真香机x2有所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600左右 这台是山东老阁在我们直播测机的时候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阁也是蹲了我们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测机 自己手上用的苹果6也是一天要充好几次电 所以也是考虑换一个好一点的手机 X2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而且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配上2942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后置采用1200万像素 拍照也是非常的清晰 2000多的预算 128g内存也是够用 拿来单主力机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苹果的机器淘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型 手上这台是华为mate30系列的机型 也是华为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4g版本8加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900左右 不到3000的价格就能入手一台mate30系列的机型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相比全新机这里也是有1400左右的差价 除了不支持5G网络 性能配置都是一样的 内置都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一样的外观 一样的后置4000万像素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华为mate30polo4G版本8加256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3800左右 相比二手5G版本这里也是有800左右的差价 这台是深圳同城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老哥就是比较喜欢曲面屏 对网速要求各方面没有那么高 相比5G这里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所以是考虑入手4G版本的就可以了mate30polo内置也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后置四项头4000万像素 手感上曲面屏还是非常不错的 配上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 每晚10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开始测每天淘到的机器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过来一起看一下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翔北二手机行情的 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